游戏史上最残暴的主角你知道是谁吗 只要你是一个游戏爱好者 相信你一定知道答案 没错 他就是奎托斯 他这一生 简直如同一部壮丽的史诗 但是我发现有很多小伙伴 都只是听说过鼎鼎大名的奎野 而发生在他身上的具体故事 却不是很清楚 毕竟早先的游戏年头太久远 小朋友们也不太愿意玩了 那今天好事就给大家 从头讲讲奎托斯的传奇事迹 故事要从战神一开始讲起 奎托斯作为一个斯巴达凡人 但却是希腊众神的猛将 他已经替众神苦苦卖了十年的命 此番众神又命他来雅典城执行任务 奎托斯遂乘船欲渡爱秦海 起到这时九头蛇海德拉出现在海面上 他大肆破坏所有靠近雅典城邦的船队 人类的船只在面对如此巨兽时 简直如同纸糊的一般 然后奎托斯登场 他高喊肮脏的畜生 我要把你们打回地狱 刚开始上来 先是清理一些小喽啰 算是教玩家基础的操作 游戏中的红球就可以理解为经验值 绿球球是补HP的 那篮球球用脚后歌都能猜到 肯定是补MT咯 刚往前走了两步 海德拉的一只小头突然冲破船舱 想要咬死奎托斯 但是奎托斯不光身体极为强壮 伸手也是相当的敏捷 他闪身躲过小头的咬急 还戳瞎了他的一只眼睛 小头吃疼鼠窜而逃 奎托斯上到甲板 这里有许多逃窜的船员 不过奎托斯打起架来 刀剑无眼 往往连同船员一起都给砍了 他发起狠来 根本区分不出谁是自己这一拨的 在船长室门前 奎托斯听到里面有女人的求救声 但这个门被锁上了 目前无法被打开 继续往前 奎托斯碰见了海王波赛东的影像 他说这个九头蛇 老是在我的地盘兴风所浪 我赐给你我的神力 你帮我解决掉这只长筒 奎托斯说毛万体 于是他就学会了波赛东之怒这个技能 此际会耗费大量的MP 但在施展的时候 不仅能对全屏怪物产生伤害 并且奎托斯还处于无敌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还是个保命神技 那接下来就是海德拉的boss战 主头斜俩小头出现跟奎托斯叫板 一上来这后先吃掉了一个悲催的船长 奎托斯不慌不忙的利用船毛 先把俩小头钉在船上 使之失去行动力 然后再跟主头对刚 然后利用船上的围杆 刺穿了海德拉的主头 主头一死 其他小头也纷纷爆炸 这个兴风作浪数千年的妖怪 就这样被送走了 奎托斯走进海德拉的嘴巴 在喉咙处看见悲催的船长 正死死抓着边缘 竟然还没死 奎托斯一把把他抓了上来 船长大呼 Thank you 感谢你救了我 奎托斯冷冷哼了句 谁说我是来救你的 说完夺过船长的钥匙 把他扔进了海德拉的未尝道深渊 拿到钥匙的奎托斯 返回了船长室 面对船长留下的俩未亡人 奎托斯毫不客气的 带行了夫妻之礼 那战神系列除了最新改版的 第四部之外 其余都包含有软色情小游戏 完成小游戏 奎托斯将会获得大量经验值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奎托斯玩完船长的遗双之后 又陷入了内心的沉痛 我大喊了一声 雅典娜 没想到还真把雅典娜 给喊下烦了 奎托斯说都十年了 我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为众神效力了十年 当初说好的 把我从噩梦中解脱出来 你们啥时候对见呀 智慧女神雅典娜说 快了快了 你再帮我们做 最后一项任务就行了 奎托斯满怀欣喜 问是啥任务 雅典娜说 我哥战神阿瑞斯 现正在攻打我的雅典城 虽然此举令众神都挺生气的 但是我们贤界 也有贤界的规定 那就是神仙相互之间 是不能打架的 所以我们只能派你去干掉我哥 我咋坑爹了这是 人奎托斯武功再高 那也就一介烦人 如何打得过一个神仙啊 但是没想到奎托斯 一丝退役都没 就掌口问了句 你确定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你们就能救赎我了 雅典娜说 放心吧 众神是不会亏待那些 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的 就这样奎托斯 义无反顾的来在了雅典城 这里已经被各个大小怪物 打的是残破不堪 严路说是怪物前进 就碰见了本作中 第二个赐予我们神力的神仙 爱于美与性之神阿弗洛迪特 剧透一下 这位神仙姐姐 后来是唯一一个被奎爷干 却没有被干掉的神 这时有只不知死活的美杜莎 偷偷爬了过来 美杜莎的能力 是从眼睛发出石化光线 凡是被她盯上的人 都会变成石头块 然后奎爷就拽掉了她的脑袋 接下来就可以用她的眼睛 石化敌人 另外提一句 这个场景是可以获得无限法力bug 并且重制版也保留了这个经典bug 确切说重制版保留了所有的bug 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bug 不如说它是奖励给玩家的小彩蛋 进到雅典城主战场 只见巨大的阿瑞斯 像踩蝼蚁一般的大肆杀人 不是让我说 这人类还抵抗个屁啊 抵我实力悬殊成这样 完全没有可战之力 到人跟前只有送死的份 那还打个毛啊 而魁徒子在面对如此庞大的敌人时 只冷冷的说了句 战神这里就是你的坟墓 当然奎托斯还没有愚蠢到 现在就要去跟阿瑞斯拼命 他也清楚眼下自己完全不是其对手 得先提升自己的实力再说 刚好奎托斯这时候碰见雅典城的先知的影像 他说自己知道击败阿瑞斯的方法 但是他现在被小怪所困 需要奎托斯去拯救他的肉身 于是奎托斯一路斩摇除魔 解谜题越障碍赶往神庙 途中又碰见了宙斯的影像 他也赐给了奎托斯自己的神力 宙斯之怒 要说宙斯是诸神之王 那他的能力也应该是最厉害的 但是忠思之怒就是一个可以被扔出去的闪电剑 除了必须要用到远程攻击 我基本不会用这个技能 终于来到了神庙 在门口碰见了个扫老头挖墓人 奎托斯很困惑 诶老头你在这儿挖坟墓干啥 托老头说因为有人要用啊 奎托斯问谁要用这儿的坟墓 托老头说你 奎托斯没搭理他 在心里暗骂了一句 神经病啊 就继续前进去救先知 先知在院内掉在一根绳子上生命垂危 而本场景又是个急不得的解谜场景 所以我就觉得这先知的臂力还挺好嘞 抓着绳子掉了半个钟头都不再掉下来的 待奎托斯细细搜刮了本场景之后 终于把先知救了下来 这时镜头切成CG动画 原本绿色衣服的先知莫名其妙的变成了白色 先知用手摸了摸奎托斯的脸 探知了一下他的灵魂 原来奎托斯曾经是斯巴拉军队的一名食夫长 就是能管几十个人的小班长 但是他打仗实在是太厉害 可谓是缩相披靡 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 很快奎托斯手下就有了数千人 直到有一天他率领的军队 碰见了比他们更凶猛的野蛮人军队 于是乎斯巴拉勇士们全军覆没 只剩下奎托斯一人眼看着也要被野蛮人首领锤死 危难关头奎托斯大喊 战神阿瑞斯帮帮我 消灭我的敌人 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没想到阿瑞斯真的显灵了 巨大的战神从天而降 与奎托斯签订了契约 阿瑞斯赐给了他混沌之刃双刀 刀把的后面有着长长的锁链 跟奎托斯的灵魂紧紧热融到了一起 这就是奎托斯后来在玩家操作时 所使用的武器 拥有了混沌之刃的奎托斯 轻轻松松反杀了野蛮人首领 自此之后奎托斯再无人可敌 他帮阿瑞斯干了不计其数的脏活 只要有村庄或城镇里的居民 崇拜的是别的神而不是战神 那奎托斯就会前去屠城 然而有一次奎托斯在屠村的时候 杀红了野竟然把自己的妻女也给杀了 要说老婆和女儿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那 所以这明显就是阿瑞斯设下的圈套 他想把奎托斯彻底打造成一个冷血的杀人机器 那就得斩断所有情愫 连老婆孩子都杀掉 但也正因如此 奎托斯非但没沦为杀人机器 反而还觉悟了 他愿意为阿瑞斯奉献自己的生命 但不包含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的生命 这等于阿瑞斯违约在嫌 从此奎托斯跟阿瑞斯彻底决裂 并是要杀之 而奎托斯妻女的骨灰则附着在他的身上 使他看起来刷白刷白的 这就是奎托斯的噩梦 多年来他又效命于其他诸神 就是希望诸神能帮他洗刷掉内心的愧疚 先知看到这儿惊呼 雅典娜怎么会派你这样的人来拯救雅典城 奎托斯说少废话赶紧告诉我怎么是神 先知说世间只有一种东西能让人击败神 那就是潘多拉魔盒 只有打开魔盒获得神力 你才有可能与神一战 而潘多拉魔盒则藏在东方的沙漠中 千百年来有不计其数的人想去取得潘多拉魔盒 但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 奎托斯不等他把话说完便着急赶路来在了沙漠 雅典娜出现说这个潘多拉盒子 藏在克罗诺斯泰坦的背上的山的潘多拉神庙的里面 克罗诺斯乃是宙斯的父亲 至于为什么他会被宙斯流放在这沙漠之中 那真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这牵扯到了希腊神话的故事背景 如果你愿意给这期视频来个素质三连 那我就在下一期视频战神2中详细给大家讲讲清楚 奎托斯在一个神庙中吹响了号角引来了克罗诺斯 趁机爬到人身上 然后开始奋力向上攀爬 耗时三天三夜 奎托斯终于爬到了克罗诺斯的背上的山的潘多拉神庙的外面 然后又是一通解谜题假战斗终于来到了神庙的里面 奎托斯先碰见了自然女神阿尔特弥斯的影像 这个女神乃是宙斯最喜欢的女儿 她的地位在西方也是非常高的 甚至人们还为她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建筑之一的阿尔特弥斯神庙 然后她赐给奎托斯的是一把阿尔特弥斯之刃 就是一把刀 个人感觉最没用的东西 接下来奎托斯又碰见了本作中最后一个帮忙的神仙 冥王哈迪斯 他跟海王波赛东以及宙斯是三兄弟 他赐给了奎托斯可以召唤王魂帮自己打架的技能 这个技能消耗MP巨大但是特别好用 后来奎托斯历经重重魔弹终于取得了潘多拉魔盒 就在他拼尽全力往外推盒子的时候 远在雅典的阿瑞斯也感知到了奎托斯挑战成功了 于是他随手抓起一个木桩子便朝远处扔了过去 木桩子跨过山河大海翻过人山人海 直接刺中在潘多拉神殿的奎托斯 小妖们把潘多拉魔盒给阿瑞斯叼了过去 奎托斯奄奄一息 心里那叫一个气但又无可奈何 然后便一命呜呼了 他掉进了地狱的深渊 但就在马上跌进明河的时候 他抓到了一根救命的小槐 然后攀过人家的身体来到一个平台上 扭头一看此人正是悲催的船长 奎托斯一脚再次把人送进了深渊 整个地狱场景没啥剧情可言 但是过刀山的场景简直是噩梦啊 谁玩谁知道碰着就得从头再来 我特苗曾经在此处耽误了三个美好的下午 一直来到最高处 奎托斯正苦于无路可走的时候 忽然看见从天上垂下来一根绳子 于是他二话不说便爬了上去 这一爬你猜他爬到哪了 还记得那个糟荡头挖木人吗 没错人家之前说给奎托斯挖了坟墓 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奎托斯直接回到了雅典城 潘多拉魔盒就挂在阿瑞斯的手腕上 这时的他已经嚣张的直接向宙斯叫嚣了 趁阿瑞斯没注意 奎托斯用闪电打掉了阿瑞斯手腕上的潘多拉魔盒 然后他打开了魔盒 刹那间他的体型增大到跟阿瑞斯一样庞大 阿瑞斯生气的说 你这只摇尾起怜的狗竟敢向你主人辞牙 奎托斯说 你的债我早已还清 现在该是你还债的时候了 说着二人便打了起来 当二人力量相当的情况下 论格斗技巧 阿瑞斯当然不可能打得过奎托斯 但是他放了一个阴招把奎托斯吸进了一个幻想之地 奎托斯在这里拼尽全力要保护七女 但最终他们二人还是被杀了 奎托斯又一次亲眼目睹老婆孩子被杀 便又一次陷入到万分的沉痛中去 就在此时 阿瑞斯想趁人不备的时候弄死奎托斯 关键时刻 奎托斯醒悟过来 翻身躲过致命一击 然后拿着雅典娜巨像的大剑再次与阿瑞斯对打 几个回合后 奎托斯把巨剑插进了阿瑞斯的喉咙 一代战神就此陨落 奎托斯终于完成了任务 当他再次找上雅典娜 想让众神把他从噩梦中解脱出来的时候 雅典娜却说 我从头到尾都没承诺过 会把你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呀 我只是说众神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 奎托斯大怒 你这不是跟我玩口智眼吗 于是他一气之下直接登到山顶 想要跳崖自杀 但是这时他的身体又飘了上来 雅典娜说 你几个屁呀 我从山脚下追你到山顶 你能不能等我把话说完 你的罪恶那是既定事实 谁都无法改变 但是现在战神的位置空缺 众神决定封你为新战神 也就是说从今以后 你就不再是普通的凡人了 于是乎奎托斯来到战神大殿 坐上了战神的宝座 封神之路达成 世人尊称其为奎也 另外还有一个彩蛋讲的是 奎托斯找到老妈 问他老爸到底是谁 老妈这时变成了怪物 奎托斯无奈只好将其杀掉 老妈临死前说出真相 原来他乃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 于是奎托斯从此恨上了 这个只管生不管养的父亲 也就是说奎爷压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好吧 战神一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奎托斯的故事才只是刚刚讲了个开头 后续他将会展开怎样的川奇人生呢 关注好时下期继续 我差点忘了 感谢沐续饼为本视频提供的素材 感谢沐续鑫